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中 经常要用到各种各样的电池 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发展中的化学电源 它分为一次电池 二次电池和燃料电池 先看一次电池 顾名思义 就是使用一次后就被废弃的电池 比如最早使用的新蒙干电池 在使用过程中 新作为负极 失去电子会逐渐溶解 它的外壳也会逐渐变薄 最后内部弧状的电解质 会泄露出来使电气腐蚀 后来人们采用给外壳套上防腐基础 或塑料桶的方法改造成了防漏电池 再看二次电池 又称充电电池 其中谦虚电池是最早使用的 它在放电时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在充电时可以逆向进行 从而使电池恢复到放电前的状态 实现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 再由电能转变回化学能的循环 另外充电电池 还有镍格和锂离子电池等 其中锂离子电池是新一代的可充电绿色电池 由于它体积小 轻便 电子容量大 而且能多次反复充电 因此已经成了笔记本电脑 移动电话 数码相机 摄像机等低功耗的主流电源 最后看燃料电池 虽然燃料燃烧的演化还原反应比较剧烈 但把其放出的热能再转化为电能时 转化率并不高 因此为了提高燃料的利用率 人们想到利用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研究出了将燃料和氧化剂反应放出的化学能 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电池 这就是燃料电池 它是一种高效环保的发电装置 其能量转化率理论上可达到85%到90%之间 与刚才两种电池的差别就在于 反应物不是储存在电池内部 而是外设装备提供燃料 氧化剂等 好了 常见电池就介绍到这儿 你只要简单了解就行 接下来 我再简单的介绍电极反应式的书写 比如涅格电池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就是这样的 现在咱一步步来 首先标出变价元素的化合价 左边隔为零价 涅为正三价 右边涅为正二价 隔为正二价 接着分别看 隔从零价变成了正二价 是电子 所以做负极 涅从正三价变成了正二价 隔电子 所以做正极 另外 从总反应可以判断出 这个电池是碱性电池 由于氢粒子在碱性环境中 不存在 因此电极反应中 不能出现氢粒子 接着再看总反应 隔变成了氢氧化隔 所以负极反应应该是 隔是俩电子变成隔离子 而它在碱性溶液中 又能结合俩氢氧跟离子 变成氢氧化隔 这就是负极的反应 再看正极 它应该是氢氧化液先 得到一个电子变成氢氧化液 前后对比发现 需要提供一个氢原子 但在碱性环境中没有氢粒子 只能用水提供 并生成氢氧跟离子 因此正极反应就是这样的 当然也可以用总反应 减去负极反应而得到 因为正极反应和负极反应相加 就是总反应 这里提醒你要注意几点 首先原电池的电极反应 均是氧化还原的离子反应 因此电极反应式的书写 要遵循质量守恒 元素守恒 即电荷守恒 如果一支两电极反应式 那合并就是总反应式 如果一支电池的总反应式 和其中一个电极的反应式 那用电池总反应式 减去该电极的反应式 就能得到另一电极的反应式 其次要按照电极反应式的 书写步骤来写 第一步分析氧化还原反应 判断化合价 确定电极的正负极 以及氧化剂 还原剂得失电子的数目 第二步 注意电解质溶液的成分 还有正极负极反应产物 在电解质溶液中能否存在 不能存在的电解质 要参与电极反应 比如刚才隔 施氧电子变成二价格离子 但二价格离子 在碱性环境中 要转化为氢氧化隔沉淀 所以这时氢氧根 要写入电极反应 第三步 保证这三大守恒的同时 还要考虑溶液的酸碱性 可在电极反应式的一端 根据需要添加氢氧根 氢离子和水 又到总结时间 首先化学电源分为 一次电池 二次电池和燃料电池 其次 电极反应式书写的步骤是 先分析 再标价 最后确定书写 另外书写时 必须遵守三大守恒 同时还得考虑其酸碱性 好了 就说这么多 快去刷题吧 就说这么多了 就说这么多了 就说这么多了